農曆新年快到了 有沒有想過去寶蓮子走個大運 順便順遊香港第八高峰尼納山呢? 等我告訴大家 圍繞著寶蓮子四周的山 都是用佛教的法器和人物定名的 就好像獅花山、木魚山 而尼納山這個名字 就是源於尼納菩薩 聽聞它還是釋迦茅利的繼承者 亦都是佛教之中慈悲、忍辱、歡容、樂觀的象征 三小時的行程非常豐富 這裡不僅可以看到 大東山、鳳凰山這兩大山的山脈 遠望石壁水塘和天壇大佛 還可以近距離地和360吊車打卡 想不到來到尼納山的山腰 還看到整山的芒草 是不是好心動動呢?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倆的大貓怪 今天是山場水源來到這裏寶蓮子 因為我們今天想上去這座山 就是尼納山的 尼納山是700多米 沿著尼納山郊遊徑繞一個圈 但中間會上一上尼納山再下來 今天在東涌地鐵站下車後 就乘23號巴士 直接來到這裏 來到這裏之後就直穿過來這個寶蓮子 後面就是尼納山 而我們的右邊 這裡的天壇大佛 還在維修中 我們現在就向著這個 心經簡臨的方向 即是尼納山郊遊徑的方向走進去 很多人我們走快一點 這裏就是公廁 手需要先去 其實我很少看到寶蓮子這裏這麼少人 我 我們去這邊 在這邊走轉左 好漂亮 如果你們不想去心經簡臨 在這裏直上都可以 但我們現在先去心經簡臨 這邊 這邊 那裏都有指示牌去心經簡臨 前面好雲偉這個就是鳳凰山 2002年的時候 香港經濟低迷 姚忠兒教授就贈送他首筆的心經物寶 給香港人管理我們 政府在2005年就把他的物寶 如果無刻在木柱上面就好像竹简 就名為心經簡臨 這裏是全球最大型的戶外木克佛經菌 每一條木柱高8至10米 有38條那麼多 衣生世橫臥八字型 就好像數學無限的符號 代表身身不適 而最高的一條還是無刻字的 因為象徵著心經佛法空的意思 心經簡臨就在我們前面這裏 之後我們就正式進入梨辣山郊遊徑 如果你有信心走鳳凰山 就向這邊走 就是鳳凰觀溢那裏 今天就走梨辣山 就向這一邊 這邊走 這個就是鳳凰徑L027 我們就向這邊走 好了快點走 說明郊遊徑 這裏初段走 你不上梨辣山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些很漂亮的路 你看到有一些石階路 只不過是轉向梨辣山 才是一個灰色路徑 我們現在沿著郊遊徑上去 其實現在梨辣山就在這裏 其實它有700多米 不過你放心 因為其實我們上到寶蓮市 這裏都已經400多米 所以400多米再上700多米 大概300多米左右 這些應該是我喜歡的 米碎花 它說它很小的 帶點粉紅 小小袋 不過它在春天才開 現在沒有了 很像 是像這棵 不過可惜現在沒有花 春天來 春天來應該有很多花題 一出來 其實向前走 就是這個梨辣山郊遊徑 這裏的石階很大 去到風車路了 其實梨辣山就在這裏 我們就轉左 好 向這邊走 現在已經來到鳳凰境的標距柱 就是L028 我們現在就向著這一邊方向走 這裏開始就是灰色路 不是郊遊徑 而是郊遊徑 就是這裡沿著走 也可以繞一個圈 去剛才起點那裏 這裏都有絲帶 有支紅白色光 那裏都不是梨辣山頂 那裏是富峰 上去後你會發現 再遠處還有一個山 那裏才是真正的梨辣山頂 我們現在就好像這樣 先拍了水 走吧 你說什麼 糟糕 剛才你看到 有一個矮一點 一個高一點 你看不到嗎 你以為近距離看的時候 就是那個 我沒有騙你的 很多山茶花 這裏的路況是OK的 不滑的 不過也是少少沙石路 全程是布曬的 我們看去那裏 就是深經柬林那裏 是高處另外一邊的角度去看 又有另一番風味 那我回上去 這個就是鳳凰山 你看到凸出來那一塊 就是羅漢塔那裏 這個 這個是超級高難度路線 遠一點那個就是大東山 原來大在這裏 我們距離 虎峰不是很遠 繼續 加油了 今天太陽很猛 有些辣肉的感覺 現在到了 看到嗎 過完這個富峰之後 你就會看到 新鎮的梨蠟山仔那邊 我們現在上到一個 梨蠟山的富峰 看下去是這樣的 這裡打卡超級美 你們的天壇大佛 就在這裡 遠處這裡 這裡多美 看到很遠 天壇大佛 後面那裏 就是石壁水塘那裏 這個就是鳳凰山 而這個就是大東山那裏 我們一會兒 還要上上面 後面這個 才是梨蠟山 我現在在梨蠟山的富峰 有個天氣探測站 我們現在在大石上 休息一下 拍照 正 正 現在這條路比較容易走 但一會兒上車就會辛苦 好一點 現在就微微上車 看回後面 大佛一直在我們的左手邊 看回下面那個風力探測站 還有後面的鳳凰山 多美 今天很好天 幸好又來真的很舒服 剛才我們就是下面這個風力探測站那裏 然後就沿著這條山徑 這樣走上來 還有一點點 不知道這裏過完這裏還有沒有呢 好 繼續加油 這裏斜 這條路真的全程佈了 所以做足防曬的 準備功夫 我喜歡走這些山路 也會走樓梯 快點 還有這裏 你行的 越來越奪 一會兒下山路還不斜 我想跟你說 小心 這條路可能是電纜 上網看過 地上是有電纜的 這些花很漂亮 但不知道是甚麼花 我們繼續上去 這裏 這裏拍大佛很漂亮 好 繼續 地下有電纜 看地 沒氣了 上山了 又上一個高位了 省升三百多米而已 難理不到的 應該就到的了 看地下有些石頭啊 這條山徑沒有分差路的 所以如果方向差一點 都可以的 尖尖的就是山頂了 加油啊 肩啊 沒有 一定肩 不肩你也要走的 那你怎樣 下山了 你差一點點 加油啊 老公 不覺不覺你就上去了 好漂亮啊 這些菊花仔 好鮮艷啊 這裏都有很多打卡位 都有一些小徑 可以走近石頭去拍照 但你拍照的時候就小心點 站穩你才好拍 我們現在還有一點點 就可以到山頂了 上去才休息 老公說 第一次見他這麼近 好 就上去先 其實沿路路放 是剛剛上來的時候 就比較多沙石路 接著越過了庫山之後 那些路就沒有那麼滑 但是呢 就有時 就斜點了 到了到了 這裏就來了 山山頂了 前面就是標高處 我們待會會上去的 那現在看回頭 超多 望草啊 那這裏就有個 風力探測站 這裏就是這樣的 很漂亮啊 剛才我們沿著這裏上來的 背著鳳凰山就走上來的 其實這裏就是大東山 這裏就是石壁水塘那裏 那現在的大佛已經遮住了 這裏很漂亮啊 一陣子下山呢 就會在那塊石的油上 就有條路很斜的 就會下去 麗辣山郊遊徑那裏 我老公已經揮手說很餓 叫我過去吃東西 不要拍了 前面這裏就是東蔥 我們就看著東蔥這一邊 就下去就是那個 麗辣山郊遊徑那裏 然後走回去起布點 現在因為很大霧 看不到 這裏有個直升機停 我們現在就去標高處那裏 這麼搞笑的 一二三四四 這裏有個神獸 怎麼有人爬上去的 我不夠高啊 好呀 我算是很大霧 現在裏有個神獸 我們現在要走到那裏 下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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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回到這塊大石那邊 然後就下山了 大石那裡的右手邊很斜的一條路就下山 大家下山的時候小心點 下山的時候我們就會去到中轉站那裡 然後再回到我平時站那裡 好了 走吧 現在看下去下面 你看到這條路其實都很斜 而且都是泥路來的 都沒有什麼腳踏位 所以下去的時候小心點 全部都是泥路所以就很滑 抖抖地伸走 其實我覺得跑下去可能更快 現在沒有那麼斜的了 好一點了 是剛才那裡最斜的 剛才我們就在上面滾下來 下來之後就看到一大片蜂草 多漂亮 我拍到下面很漂亮 這裡很漂亮 超級漂亮的蜂草 這裡山上也有很多 先來就在對面那個蜜蜂山 滾下來的山下位就發現很多蜂草 也有一個山仔也有很多蜂草 如果你有氣力都可以上山仔 拍完照之後再過來這裡也可以 後面就是蜜蜂山 我們現在先去釣車的轉運站 就向這邊方向走 當然有很多草在地上 所以就會比較滑 那就小心點 就在上面這裡滾下來 太多這些碎草 剛才就很滑 站穩才好走 下來之後沿著這座山徑 就去到那邊的蜂山 路線都很清晰 開心啊 有得來這裡行山 我們繼續 豬江蜂橋也看到了 左轉就是這一邊走 我縮過天蒙 看不到今天很遠 這邊就是東涌那邊 慢慢進入了一個少少密密的地方 看到纜車了 我們待會就會到中轉站那邊 都很斜的 但沒有剛才在蜜蜂山下山的時候那麼斜 就小心點 線就不是很線 但就真的慢慢走 OK啦 但你看一下 都好像沒有路 我們進了一片竹林 山得太密 幸好是很短的 出來了 還進了一個密林 還有很短距離 就可以出到中轉站那裡 藍車那裡 好 最後路段了 我們到那裡 就是接駁回蜜蜂山加油機 蜜蜂山就在這邊 另外還有一座小山 剛才我們上了去 然後再下來 這座小山 我也不知道叫什麼 看看地圖找到 然後一直沿著走 走到這裡 剛才穿過少少密林 以為沒有路 硬穿進去 其實有路 在地上遮住了 你看到這條纜車 由那邊 一邊一邊一邊 去到寶蓮寺那裡 稍後走完這條山路 就到蜜蜂山加油機 好 出發 走吧 它有踩腳位 也很滑 超近 整個路程就三個小時左右 其實已經有蜂蜂山 360度的風景 亦都有纜車看 所以這條路線 值得推介給你們 如果今天喜歡 兩個大媽怪 這條路線的介紹 不妨給個Like 我們分享給你們的 其他朋友 帶他們來之餘 都不如訂閱我們的頻道 跟著我們日後 行山的旅程 跟著我們現在 就去纜車底下看看 是吧 好 我們下來之後 就轉了這一邊 再轉油 跟著我們就上去中轉站 其實向前走都行 不過我想去中轉站那裡 是不是很棒 好 跟著我們向這邊走 其實纜車就在我們頭殼頂 就這樣了 原來這裡也有標區處 沿著石屎路 一邊回去就按平了 其實風景也不錯 還有容易走 都看到豬港澳大橋 隱隱約有一條蛇 在前面 這裡 其實我們就沿著這個 山姜有競 這個指示牌 讓我先追上我的公司 看著風景 好漂亮 大家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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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後一個牌 就是L031 我們終於到了這個 轉運站 岳瓶360 這裡 好 如果喜歡我今天兩個大貓怪 這個介紹 不妨給個like我們 推介給你劇頭仔 還有訂閱我們頻道 好 拜拜 pray HELP 來吧